32題 下列關於實相跟虛相的敘述何者正確 平面鏡所成的像是虛相 透鏡所成的像是實相 這個是錯的 平面鏡所成的像都是 所謂的正立相等虛相是沒有錯 可是透鏡有突透鏡跟凹透鏡 凹透鏡所成的一定是正立縮小虛相 所以透鏡成的像都是實相是錯的 C選項說實相已經看得到虛相折迫這也是錯的 只要有折射光進到眼睛 眼睛就會順著光線認為光軸直線 延伸出去所得到成像 所以虛相雖然用指瓶遮不住 但是眼睛可以看得到 所以C選項是錯的 虛相必定是放大的 實相必定是縮小的 這也是錯的 我們剛剛講了平面鏡所成的像是正立相等的虛相 是相等的像 而我們的 凸透鏡會成為的是一個正立放大的虛相 凹透鏡成立是一個正立縮小的虛相 所以不是虛相一定是放大的 實相也不一定是縮小的 因為 我們的凸透鏡可以成為一個導力放大的實相 所以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應該要選擇的是B 在我們的一次成像上面 實相一定都是導力的 虛相一定都是正立的 所以第32題問我們 關於實相虛相係數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B 實相必定是導力的 虛相必定是正立的 當然